銀色轎車撞到車頭全毀 安全氣囊爆開 零件也四散一地 排一線苗栗造橋路斷 27號上午轎車撞上一輛左轉的砂石車 下方隊接獲通報 趕緊派救護車到現場 車內有兩人受傷 又再加派了一輛救護車來搶救 車體嚴重變形 一對夫妻被救出來 先生還有意識 但是頭部受重傷送醫 而太太則是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送醫搶救人不至身亡 警方到場也立即對砂石車駕駛進行酒測 雙方都沒有酒駕 根據了解兩夫妻平常來投奮精英瓦斯航 事發前才剛在小二兒子去安親班 接著要前往銅鑼工業區 準備幫忙親戚過年前趕工 沒想到途中發生意外 造成一死一重傷 小朋友心情因此大受影響 表示好想哭 年前突如其來的意外 讓一家人無法再團聚